国际焦点继续来关注俄乌战争 俄罗斯一整晚出动21甲5人机 对乌克兰展开攻击 其中19架遭到拦截 另外根据CN的报道 乌克兰利用西方援助的武器 有效阻挡了俄军的攻势 在乌东顿尼茨克炮轰俄军 乌克兰第33独立机械旅 靠的是已经在战场上服役厮杀 超过60年的M109L自走炮 意大利在去年4月移交了20门的M109L自走炮 援助乌克兰 现在乌军已经打得很顺收 就连在受访期间突然接到坐标指令 得攻击 分秒必争装填弹药 不到两分钟就能发射 直击乌军炮兵作战 但难的是 俄罗斯的士兵弹药都充足 能够不断切换攻势 蒙西乌军 对那次刻现在并不算是最激烈的交战区 乌克兰多半都是以自走炮搭配无人机来使用 提高作战效率 但是俄罗斯同样也用这一招 在巴赫姆特附近的查西夫亚尔 俄军使用无人机紧迫盯人 只要看到乌军车辆或是士兵一移动 很容易就成为目标 乌克兰也得主动出击 而目前在俄罗斯猛攻的东北战线哈尔科夫 更是曾经一天多达50到60枚的炮弹频繁轰炸 但是最近情势逆转 CN报道乌军第三突击率在哈尔科夫前线大有斩获 还活歹不少俄军战俘 这是在挨打将近一个月后 才看到乌克兰首度战上风 就是因为能够用西方军援武器打俄罗斯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大战西方开启新的机会 这让俄罗斯总统普京连日来炮轰 欧美各国太虚伪了 普京是在访问北韩前夕撂下狠话 而他口中的谈判 乌克兰军队根本不相信 乌克兰还有国际军团在前线效力 另外也攻击俄罗斯后方战略目标 而在此同时北约还有俄罗斯 同时都透过军演来较劲 美军装甲车开上波兰阿斯特卡海滩 这里由北约出动了9000名的士兵 参加波罗的海年度军演 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河潜舰 则是在贝伦之海演练发射巡逸飞弹 和北约同时都在敏感海域大秀肌肉 TVBS新闻综合播放 继续再来看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北韩 北韩也动员了数十万人盛大迎接 普京除了赠送金正恩 有俄版劳斯莱斯支撑的豪华轿车 还亲自驾车载他在平壤兜风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韩走路有风 金正恩为他举行盛大欢迎 还派出帅气白马列队迎接 金正恩随后向普京介绍官员 包含亲妹妹金宇正 画面中普京眉开眼笑 似乎很满意这样的排场 夸张的是北韩当天还出动 大量小朋友挥舞气球欢迎 但19号这天平壤可是热得吓人 气温飙迫30度C 金正恩给普京巨星等级对待 两人之后搭车特别探出天窗 车辆所到之处又是无止境的民众 恰到欢呼 普京时隔24年访问北韩 依旧不改迟到大王本性 专机直到当地时间的 19号凌晨2点多才抵达 金正恩只好熬夜苦等 这样的时间 妻女也不便同行 不过金正恩还是派出美女献花 贝韩关门也趁机宣传 平壤夜景制作缩时摄影 连地标六金饭店都点亮欢迎字样 尽管熬夜 金正恩当晚精神超好 还花时间向普清介绍锦绣山国宾馆设施 原来金正恩怕普清类住宿和会谈都在同个地点 双方19号的会议进行一个半小时 金正恩没忘记说出普清爱听的话 说支持俄罗斯的对乌战争 之后两人更加码进行两小时非公开单独会谈 并一起散布聊天 之后才在镜头前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并纳入共同防御条约 也就是未来任何一方遭到侵略 就要互相帮忙 然而俄罗斯现况早就大不如前 回顾24年前普清来访时 才刚当上俄罗斯总统 见的是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日 这次时隔多年回访 却是因为军事上各有所需 俄乌战场上俄罗斯早就被发现 使用北韩弹药 而金正恩则是想借此交换 险境战机飞弹和间谍卫星技术 其次则是送北韩劳工到俄罗斯改善经济 对于普京访问北韩南韩民众高度关心 也开始担心两国越走越近 有害半岛局势 因为俄罗斯等于是苏联解体后 第一个愿意和北韩军事合作的国家 除此之外金正恩还收到这个大礼 普京访问期间突然登上豪华轿车驾驶座 而美国在强烈热穹顶笼罩之下 超过两亿人口受到热浪的威胁 另外墨西哥也因为热浪超过九成地区发生严重的干旱 原本依照合约必须要供水给美国 现在自己水都不够用 急欠美国大量的水债 放眼望去整片天空被橘红火光 和农烟笼罩 美国加州野火燎源 时空蔓延 短短一天就烧掉五分之一个台北市大小面积 科学家警告这波热浪 让空气膨胀形成热穹顶 热空气整个照在美国上空 从西岸到东岸高温区扩大 威胁全美2.65亿人口 暑假都还没到 美国多处就已经出现超过摄氏30度高温 极端气候频频发生 也考验美国人的荷包 杜科大学专家表示 这些延长性的热浪 将导致今年夏天民众的水电费 呈直线飙涨 根据美国银行的调查发现 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从2019年以来 美国家庭每个月的水电费 平均增加23% 一个月得缴350多块美元 相当于台币1万多元 但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抵收入户 水电费平均增加38% 而且许多家庭根本缴不起这笔钱 除了美国热死人之外 墨西哥也同样饱受热浪之苦 全国大约九成的地区 发生严重干旱 许多细湖水库 已经干涸建地 墨西哥自己水都不够用了 然而因为一份 已经有80年历史的合约 政府激欠美国大量水债 根据美墨在1944年签订 共享水资源的分水条约规定 墨西哥每年得透过葛兰河 向美国运输4.3亿立方公尺的水 美国则借由克罗拉多河 提供墨国18.5亿立方公尺的水 但受到干旱冲击 墨西哥根本没水可以运送 德州南部的甘蔗田农夫 责怪墨西哥不按照规定送水来 导致他们的农作物全部苦死 五百多人的饭碗就这样一夕之间没了 农夫除了归咎墨西哥 也痛批美国政府没有保护他们 美国国务院向CNN表示已经敦促墨西哥按照合约提供用水 墨西哥刚当选的女总统宣言包姆也承诺会先考虑水资源问题 但当明年10月周期结束时美国白宫有可能唤新主人 美末两国有可能因为水资源延伸一波抢水大战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从卧物战争开打之后黄金价格就不断的上涨 尤其在五月底黄金价格创下新高 目前仍然在高点百到 金光闪闪的龙型吊饰还有这些项链首饰都是送礼或是婚礼必备商品 但现在有不少人是买来收藏当作投资 就说黄金的矿卖几乎都已经快挖的差不多了 所以相对性应该是说开产的成本也会往上提高 所以这个也是支撑金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 通膨并没有往下降 那当然一些所谓的币减的一些资金会流向这个冠金属这里 像说铜啊银啊黄金啊这些东西的话都有上涨的趋势 从卧物战争以来黄金价格不断上涨 五月底甚至站上十亿年来的高点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高通膨和经济不确定背景下 散户投资者对黄金兴趣逐步提升 黄金涨势还在持续 像我手上这个金项令 它的重量有达到三两多 在年初购入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六万左右 到了现在价格已经涨到了三十万 涨幅来到一成六 在地缘政治升温 再加上联准会降息的预期效应 更是带动黄金白银商品价格上涨 而其中最大消费力道最主要多落在中国大陆和印度 那这两个国家的话 他们的消费倾向又有一点不同 印度的话它可能金市的部分 还是消费力量还是比较强的 然后中国的话 其实它今年的第一季 它的成长是在它的金块跟金条的投资 还有工业用房地的一个回升这样子 当初联准会它市场预期 它降三码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影响到一些原物料 像这些贵重金属的一个价格了 当这个地缘政治 这种情况更加的混沌不明 其实都会让金价上扬 而且这个金价上扬 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是说非常显著 不只黄金涨翻天 灭金属国际价格 5月底也一度创下新高 而另一个贵金属铜价 则是在5月高峰后出现下跌 专家分析 受到纯电动汽车 还有再生能源设施 还有AI等等领域 都得大量使用铜 以及镍等等的贵金属 后市仍然看好 美国高盛集团就预估 以铜的需求量 环保相关的绿色需求 到2025年将达到 相当于全球需求 12%的403万吨 到2030年将达到 相当于全球需求的 18% 690万吨 除了需求提升 镍价格大涨 还有一项原因 就是全球最重要的 镍金属产地 法蜀太平洋群岛 新克里多尼亚 发生暴动 也影响镍价格 在国际能源总署 报告中就指出 镍就是受到 严重地缘震制风险的金属 在全球经济疲弱 货币政策转变的因素 冲击下 黄金 白银 甚至工业需求的 镍金属 价格动荡的态势 还没消停 TV月新闻 于兴和刘律军 台北采访不到 这是今天十点 不一样精神 先来看 以往的日本传统家庭 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女性结婚后回归家庭 但现在这样子的概念 已经慢慢转变 另外的一点 就是通膨压力之下 双心家庭不断增多 在教室里跟学生开心互动 细心叮咛考试的各种拿分方式 但重点是希望上课所学 未来能运用到日常上 嫁到台湾十八年了 日文老师余安寿美 没有像以往的日本女性一样 只待在家中当家庭主妇 选择来到大学教书 自我妈妈的时代 就一般的女生 就在家里看小孩 或是有看家庭 但是像我妈妈一样 就是一般的女生 就去工作 现在 但是大部分的女生 由大学毕业之后 找到工作 然后要开始继续工作 解封后也是要继续工作 日本的学费比台湾很贵 是有大概 听说这是从小孩 毕业大学的大概的学费 就是去公立也是有 一千万日币左右 所以一千万到两千万日币左右 所以这是父母亲一定要照顾 就是好好努力工作赚钱 随着时代改变 婚后女性选择继续待在职场 日本企业也发现 夫妻高年薪的超级家庭 越来越多 总务省统计 夫妻双薪 家庭年所得 一千四百万日元以上 二零二三年有四十万户 是十年前的一倍 而且有六成都是有养育小孩 另外政府为了提高女性就业 也推动一连串友善职场政策 以及家庭福利措施 确实看到成果 因为统计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女性 辞职回家带小孩 二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女性 就业率来到百分之七十七 高薪双薪家庭比例增加 其实不仅仅为了小孩的教育 主要还是想要有更好的生活 通膨压力下让价值观不停改变 虽然大家都羡慕 也期望有个高双薪的家庭 而回到台湾 曾有人力银行做过调查 二十岁以上的劳动人口 有生小孩跟没生小孩的比例 大概是占了一半一半 但在人生规划当中 不打算生小孩的占了百分之五十七点八 只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其中竟然有高达八成 不想生小孩的 却又担心死后没人祭拜 上有高糖下有子女 也造就了这种双薪家庭比例 有提高的一个主因之一 因为毕竟可能某种程度上 你要有子女的教养费 一方面又有父母的照顾 的一个费用支出之外 他本身可能还要背负一些 房贷的情况下 势必要夫妻两个人都投入职场 有两份薪水的双薪家庭 才有办法在 支应这样的一个生活开销 在十年前双薪家庭年收一百五十万 大家就会说很不错了 但同同夫妻两人总月收十万块 已经不足以应付 小孩教养还有长辈照护 得要追求更高的双薪 导致现在连双薪总收入达三百万 民众觉得还是不够 以主计处个人薪资年收入一百五十万来看 其实占比已经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全体受雇人口 而这样的收入在家庭中 能不能让家人过上好生活 见仁见智 双薪家庭比例增加 选择干脆不婚的比例也随之升高 专家分析未婚女性的四大主张 除了财富自由 身体关系灵魂都要自己掌握 毕竟现代人的观念追求自己过得好 何必要在乎他人眼光 观念随之改变也渐渐影响消费层面 不管男性女性已婚未婚都愿意花钱 犒赏自己 上班赚钱就是希望休假时 能够好好放松享受 TVB新闻 蔡明轩谢伦台北采访报道 日前就有位网友抱怨 他担任上市公司的律师月领十万 但觉得上班压力太大 不想再做比较多钱的工作 专家表示游泳专业技能的高薪行业 需要付出更多的体力跟时间成本 一早进办公室 马上进入工作模式 聚系名移 背诵书面重要资讯 确保等等开庭顺利 在法庭上可能会问说一些案 这个书状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写 你的主张是什么的时候 你比较能够容易答出这些问题 陈之彦毕业台北大学法律系 当正式律师一年多 从小把律师当成目标 除了兴趣外也认为在低薪时代 薪资条件相较其他行业来得高 就律师这一行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 虽然可能没有医生或牙医那种赚得那么多 但是他的薪水其实也算是不错的 新进律师的话 他其实像我现在是受护律师 那主要就是领老板的薪水这样子 那假设自己有能力的话 那可以从外面自己跟别人去接受案子 那如果有这个交业务能力的话 那可以接到另外的案子 那这样你的薪水会相对别人来说更高一点 通常刚拿到实习律师 起薪约四万左右 但过了实习阶段 多落在五万二到五万五 依照每个人年资业务量情况而有所不同 若有五到十年工作经验 平均月薪几乎都有十到十五万 但律师这一行看重自身经验和客户关系 陈之彦发现 菜鸟律师最大挑战 就是取得当事人信任 这一行就是靠着年资 遇到的案子越多 那你的经验也越丰富这样子 所以对于有些当事人来说 他觉得自己的案子 可能自己的感觉比较难 那想说要有比较资深一点的律师来处理 所以说这种时候其实虽然有点不甘心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要求 因为对于当事人可能在我们眼中 可能是小案子 可能金额不高 但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痛 律师当然我们都知道要去开庭 那开庭的话就要面对法官 面对对照 那甚至面对对方的当事人 有些不理性的状况 可能开庭的时候会直接就开始怒骂你 甚至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社会人士 就开始去施压等等的 这都是我们律师要去面对的压力 精辟分析有着沉着性格 蔡正阳在法律领域入行快十年 她说被视为高薪益族的律师 附加的是高压高工时 日前就有网友表示 在上市公司当律师 底薪加上奖金 平均月收入十万元 但觉得上班压力大 不想再做比较多钱的工作 就算百万年薪 也想气勾心转换跑斗 他可能就是转换去当飞送律师 处理一些公司法务的事情 或是甚至说他就不当律师了 有时去搞一些投资 或是去做一些不动产等等 其实都会有 我们要先去了解 现在的工作他不喜欢的地方在哪 那如果真的这个工作他没有兴趣 那我觉得他不要马上离职 不要所谓的裸辞 我们一般在做职业的选择 其实会先考量 是不是符合专长 兴趣跟特质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有时候要再看 除了你的所谓对薪资的期待 那你对你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这两个部分要去做一些平衡 专家点出拥有专业技能的高薪行业 需要付出的体力与时间成本也相对高 细看劳动部近日公布的薪资调查 若以年薪来看 机师年薪352.9万排名第一 其次是精算师339万 医师234万元 另外饮水人电信工程师和律师 年薪通通超过150万元 常常听到的三师系列 会计师 律师 议师 这些都是很容易 就有年薪百万的机会 那现在除了这些三师的工作 我们也知道在台湾 所谓的工程师也非常的夯 这些人其实在现在的薪资行情 都是非常的好的 人人都想追求高薪 渴望入对行 但世上确实没有绝对的好工作 端看个人是否适合 能够达成你心中接受的平衡点 想要成为高薪益足 也可以多加强跨领域学习 拥抱高薪将不是梦 TVBS新闻 罗氏朋友刘彦轩 台北采访报道 根据591新建案的统计 今年6都加上新竹 新建案的进场个案是741件 比2020年增加了近一成 变换不大 但是成交均价 四年间大增了17万 这是我们的主卧室 我们的主卧室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是边间双面采光 所以针对这个空间来讲 它是一个大面开窗 小宅需求崛起 这个位在泰山的建案 最大坪数31坪 客群专攻年轻小资族 标榜搭配家电装潢 提行李就能入住 整个房子最好的房子 大概就是从24到35坪 这个区间 主要是因为总价带会控制在 1500到2000万这个区域 然后可以配合政府的 这个新建案的政策 是一个很相对的一个因素 现在第二环的包含了像土城 或包含了像整个目前的泰山 跟五谷这些区块 因为它的房价相对的比较亲民 所以它的房市目前也相对产生 一个比较热的现象 台北市房价高 所以买气早已外溢到 新北市的蛋白区 像是近几年在土城 泰山还有五谷的表现都很好 而纵观全台湾的房市 在520档期根据数据的统计 新建案的推案数是来到741个 而平均的成交均价是来到52.28万元 也显示其实从329档期开始 全台的房市已久火热 新屋均价站稳五字头 根据591新建案的统计数据 比较2020跟2024年520新案的变化 六都和新竹县市推案个数增加近一成 变化幅度不算大 其中桃园推案个数增加最多 今年已经至少有149案 年增率直逼五成 除了和双北买方外溢有关 桃园这几年建设话题不断 也持续吸引建商进军差期 另外成交均价部分 新竹县市年涨幅88.3%为最多 而涨幅超过五成的 还有台中台南以及高雄 当然最主要还是受科技议题的带动 有话题自然房市它就会有增值性 自然就会吸引买方 所以也导致说在这一波台南高雄 他们即便是推案个数下降 其实在买方源源不绝进来的状况下 都还是会导致整个价量都会持续的上扬 竹科的核心地带会是一个主要的热区 而且这个热度上面都不减 如果是三年前 它其实它的房价上面 其实还在所谓单平三四字头 所以其实涨幅上面 大概都有三四成的涨幅 其实相对之下爆发力蛮强的 那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确实有一些买盘 它会看向外围 也就是说有一些外溢房市 那这些外溢房市的话 首先可能会是在宝山或是穹林一带 新竹台南高雄确实都是科技话题带动 更会因此涌进外来客出手买房 至于在台中受到捷运人口红利带动下 房市也从山线延伸到海线 表现相对很亮眼 沙鹿尤其是一个海线一哥的地位 因为它其实在这个区域性上面 相对之下很临近西屯 而且其实沙鹿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是在于说它其实也很临近所谓的中科 那中科的效益 其实也会在一些海线的城市去做发展 那比方说像是龙井 其实也有这样子的情势 那龙井来说的话 它其实现在还有所谓快速道路的开通 都会让它跟市区的连接性 可能都有一定的带动效果 相较于去年同期 受到平均地权条例修法的干扰 市场的气氛多半还在观望 今年除了有新钦安助攻 科技大厂扩张 以及台股评创新高 多重因素下都让购物信心回升 目前的台湾的经济还是蛮热的 对对对 那蛮热的状况下 那整个投资人或者是购物人的信心 就会相对的比较强劲 那再来还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利多 包含性轻安等等的 所以整个带动房市的气势 它是会一路向上 所以我们预估大概短期内的房市的价量 应该都还是会持续的往上 短期内如果台湾的政经环境 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专家认为这波买气会继续延续 恐怕还看不到房价的极限 特别新闻张志明就有学院台北报道 今天的话题要来关心 出现疲劳的时候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长期过劳会增加代谢性的疾病 心血管疾病还有中风的风险 要改善避免过劳症状 除了维持合理的工时跟工作量 均衡饮食运动也很重要 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曾经历过疲劳 疲劳可以分为生理性疲劳 身体性疲劳 心理性疲劳 混合型疲劳及全身劳力不耐症等 身体性疲劳可能是由于工作运动过度压力 失眠作息不正常怀孕或是节食所产生的生理变化 身体性疲劳则是因为各种疾病或药物导致 例如病毒感染 甲状腺失调 糖尿病 心肺疾病 自体免疫疾病 因为大部分疾病都能引起疲劳 所以我们需要经由医疗人员协助来判断原因 而心理性疲劳则是因为忧郁焦虑等情况所导致 混合型疲劳则是有两项以上的原因 疲劳通常都是暂时性的 小于一个月是短期疲劳 较常是因为身体或生理原因造成 我们可以先想想看 最近是否有特别的事情导致疲劳 觉得累疲倦 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感受 那我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一部机器的话 当机器超过负荷 它就会发出一些警示的讯号 另外它就可能出现效能不佳 或是当机的情况 这时候就需要减压或者是休息 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状况 当我们的身体超过负荷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一些警讯 慢性疲劳跟很多因素相关 包括没有获得适当的休息时间 工作时间过长 或是长期睡眠不足 睡眠品质不好 也会来自工作 人际关系或生活上的其他压力有关 而营养不良 慢性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 也会引发慢性疲劳 长时间处于慢性疲劳 会导致以下的症状 在身体上面包括长时间的疲惫感 即使充足的睡眠也无法缓解 或是会造成肌肉僵硬 肌肉酸痛 头痛 也会造成免疫力下降 容易生病 而在心理上面的话 则会造成注意力难以集中 记忆力下降 或是说缺乏动机与兴趣 另外也会引起心情的不稳定 容易感觉到烦躁 或是焦虑 那也会感觉被压力压垮 难以应付日常生活的挑战 许多人将重心摆在工作时 常不知不觉会工作过度 而忽略自己的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 已经将过劳纳入国际疾病分类中 将过劳认定为需要特别注意的职业现象 常见的过劳症状 包括长时间感觉疲累 因压力过大 或缺乏充足睡眠 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 注意力下降导致记忆力减退 在年龄层上 30岁到50岁震担区间的人 要特别小心 性别上的话 女性并男性 还要更容易有慢性疲劳的状况 另外长期处于压力大的情况下 也要小心慢性疲劳找上门 除此之外 如果本身有些慢性疾病 像是甲状腺疾病 或者是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 也要小心慢性疲劳 成为你的共病 当我们处在这样子的状态 而不自知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有一套的保护机制 可以发出警讯来提醒我们 例如我们可能会莫名的感到头晕 胸闷心悸疲倦 失眠等等的状况 但我们却又找不到一些明确的病因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状况 如果知道过劳的状况 这边有一些建议 包含刻意的去安排休息的时间 包含工作半小时到一小时 就要起身五到十分钟 看看窗外 静坐冥想 或是深呼吸的放松训练 可以让你的副交感时筋 可以保持你的身体 有受到足够的喘息 让下一段工作效率更好 医师建议任何人必须要有充足睡眠 适当运动与足够营养 如果本身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状况下 更有必要学习压力管理 务必要远离慢性疲劳 TVBS新闻 萧英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有没有可能当您接到不明电话之后 只要说一声喂 AI就能够复制您的声音 其实只要15秒就可以做得到 英文讲的就像外国人 这个人声音跟我一样 从长相表情到肢体嘴型 全都是我的 但其实我本人从没讲过这些话 现在我们就来还原 这是怎么办到的 对着手机镜头讲两分钟的话 录下来后上传到AI应用软体 这时候从外貌到声音 AI的我就生成了 只需要输入文字 他不是 是我就能照稿讲出来 连手势都能搭配得上 影片出来之后 我们要让他讲什么 我们就输入文字 这是我的克隆人 也就是复制人 附近的声音 然后或者是你的某个嘴心 现在生成是AI 不只是文字 就连声音跟照片都可以生成 如果要从A的声音 移到B的身上 也是同样道理 从新闻片段截取主播的声音 套在另一个人的影像 风险的话就是看谁去用 我们都是人 所以只要是人拿这个工具 去做不好的事情 或是做诈骗 或是做假的方面的话 那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风险了 类似的技术 已经被用在行销工具上 然后希望可以拍端音 去介绍他们自己诊所的服务 可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因为医生在做手术等等 时间都很很宝贵 所以我们就会帮医生 来去拍端音的影片 复制他的声音 去做他的声音的训练 让他们每个诊所的小编 可以用他的声音 就可以打出他们的内容 不只是这个软体 OpenAI日前端出新研究成果 只要短短15秒语音素材 就能生成与本人声音相似的工具 这项技术名为语音引擎 医学上其实也有很多 他们本身是失去声音的人 他们也有透过这个方式来去做 有点像是提供他们一个方式 来拥有回复他们的声音 教育上就是也是 以往可能不太会透过 像是真的是电脑 或是机器人的方式来教学 但如果现在有一个真人的声音 要搭配所谓的容貌 跟所谓的影像 其实这个东西也会提升 所谓的教育的一个水准 这个轻松帮别人说话的技术 让OpenAI决定在正式推出前 思考如何避免潜在风险 语音生成一旦遭到滥用 尤其被用在诈骗上 后果将不堪设想 像这些东西是所谓的 AI或是一些技术生成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边 也目前是很多公司 应该现在也都机器在研究说 如何去做一些 有点像反工程的方式 就是透过反技术的方式 来去做到一个声音过来 或是一个影像过来 它是否有可能是味貌 或者是假的 像这样子生成的东西 其实你真的去关注去看的话 其实它会有很多影像 跟声音的瑕疵 像是现在的话 你快速地一直跟它对话 其实它可能没有办法来得及 快速地反应你 像这种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怪怪的 影像上也是 比如说它头发飘动的方式 或是眼睛的方式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那这些都是一些可疑 然后还有包含它讲的内容 跟说话的方式 为了防止滥用 OpenAI为所有生成内容 添加浮水印 追踪使用方式 推出禁止名单 防止知名人士声音被利用 越来越逼真的 生成式AI技术 社会必须拥有更强大的抵御能力 TVBS新闻 陈佑翔 我们好与台北裁缝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